是的 一個叫王宥貞 他把四千億的家產 因為女人 因為其他原因 花的剩下沒有多少 然後還捲款二十億 到了美國 另外一個叫黃任忠 以前就講到什麼遠航 什麼都是他家的 結果呢 因為這些女人 纏到最後結果怎麼樣 纏到一個骨灰潭 旁邊還看不到view 文婉這怎麼回事啊 對 就是王宥貞 他克死一槍嘛 你知道嗎 黃任忠我剛剛提到的 後來呢 就是那個鄰谷塔公司打給我 他就說你知道多慘嗎 他的位置 就在那個那個鄰谷塔的最左 最最矯交的地方 然後連view都沒有 而且他們找遍了所有的 你看 這麼多 這麼多女弟子 這麼多朋友 鎮上朋友都跑哪裡去 全部瞬間都不見了 然後他就在那個小小小的角落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說這麼有錢的人 然後這麼欠稅大戶 他連當初活的時候 一塊地都沒有買給自己 所以到現在其實有啦 這個那邊的人員有說 唯獨潘潘 就是那個小潘潘 OK 現在叫做人父的小潘潘 偶爾其實會去看看他的 對 那其他都沒有了 非常的淒涼 才盡人善 這句話真的很直接 那我不知道這個網友 真的會不會才盡人善 但是很確定一件事 凡事跟他往來 這些所謂的明星議員 現在都跟他說 我跟他沒關係 我跟他沒關係 好 都要跟他撇清 到底撇清最厲害的是 曲美鳳嗎 這個名譽 其實曲美鳳 我覺得他還蠻衰的 他就是在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他是嫁給一個余姓的臺商 生下一個兒子 然後大家都很關心 他的近況嘛 那所以就是他最近是因為那個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周志偉 就公佈他的人事 什麼關燈版男主角 所以他又把這個曲美鳳的名字又拿出來 那好不容易沉疾了一時之後 今天又有黃又貞 然後又扯到了曲美鳳 那人家是說 他現在是在一間石油公司上班 但是他就是有接受媒體採訪 是說好像有別家公司在挖角他 然後現在他又有別的地方的去處 那為什麼講到曲美鳳 又講到了王又貞 因為當年就是王又貞就出事的時候 就有媒體去採訪了這個曲美鳳 後來赫然發現他有曲美鳳 就是有一本手紮 手紮裡面他就是有記錄說 譬如說他跟誰見面 然後就是就有點像那個生活的這個算是日記 但沒有那麼詳細 其中比較特別是說 他有寫說 星期六下午兩點鐘 王又貞給他三十萬的現金跟二十萬的禮券 三十萬現金二十萬禮券 然後另外又有一天是寫說 王又貞給他三十萬的現金 加上十萬塊的禮券 然後附註說是零用錢 零用錢是三十萬的現金跟十萬的禮券 我改姓我姓曲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王又貞 他的那個零用金出手這麼大方 所以他剛剛說蔡家鴻 那個那個什麼幾千塊 我就覺得他其實對曲美鳳 如果是屬實的話 那我覺得他對曲鳳蠻蠻好 可是這本手紮 就是被媒體報導之後 大家有問他 就曲美鳳那時候蠻尷尬的 他只有想說這個字 這個手紮不是他的 不是他寫的 所以他就完全否認有這件事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就是他跟王又貞之間的關係 還是一個羅生門 那另外比較特別是說 那個不是又講到 那個麗霸三河嗎 什麼蔡家鴻 蔡家鴻都住過 然後大家就又有傳出說 那個其實麗霸三河 曲美鳳也有一戶 然後記者去上門的時候 我覺得他媽的回應最好笑 曲媽媽就講說 你說他媽的回應 他的媽媽回應超好笑 他媽說台灣有這麼亂嗎 可是我聽不懂那個意思 他媽媽就只有回應說 台灣有這麼亂嗎 那我還是很想問說 台灣有這麼亂的意思是指說 他女兒的關係有這麼亂 還是說媒體這麼亂 我就搞不好 講到這個關係 他一個人不要忘記 高新樹梅也很厲害 是 其實高新樹梅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採訪過阿南靜德都知道 他那個眼神是會勾人的 是 所以很多男人 到最後都被他勾人 那之前他跟李鴻圓那一段 你不要忘記 那個李鴻君後來氣到 不是 大家那一講 他如果敢把他帶進家門來 我就放狗咬他 所以那個是非常誇張的意思 但問題跟他傳出匪人實在太多了 包括鄭志龍 鄭志龍以前籃球國手 對 那時候奪王長得又帥 結果他居然